歡迎大家來到泰山自主 今天要和大家做蝦多士 這個蝦多士其實我小時候 這個是Treat來的 即是說不是隨便可以吃到 事關這個蝦多士是炸東西 我家就不是很喜歡我吃這個炸東西 可想而知你知道我現在為什麼經常都炸東西 因為小時候不給 於是這個是一個警告 各位鄉親父母 如果你們是不停的按 That your child Atsuk Übergue 不許做的那個不給做的事 將來大股會有機會 會不停做的 不要說那麼多 先吃東西吧 好 我們第一個設計的就是切一切麵包 我這次這麵包買了芳包 如果真的希望做哈多士, Form包就是最適合 因為最方便和最容易買到 另外,你這個方包,臨做哈多士之前 最好就是把它冰一晚 為什麼呢?因為冰箱可以把方包的水分 再抽乾一點點 炸的時候,麵包就會再鬆脆一點 好,這裡我們就有三塊 其實未必需要那麼多,不過我先切好 還有提提你,切麵包最好就是用這些有鋸齒的麵包刀 你用這些刀,除非你的刀很利 不然麵包一切下去會那麼扁 OK?記住 這些麵包條其實不要丟掉 你可以用來做這個bread and butter pudding OK?正的,千萬不要丟掉 好,來到這個時候,你就要想 究竟你是否想吃多點麵包的話 你要多點麵包的話,你就要把它切一半 如果你是少點麵包,低色一點的話 你可以把它切三份 這次我們就不如大份一點,好嗎? 好,來了,一半算了 多點位置,放蝦 好,切完麵包之後 你可以放回雪櫃 讓它再抽一點點水分 好,接著我們處理蝦 把蝦子先幫兔放出一片蝦 才喜歡拿出一個小碗 來拿出一個小 viennent 我們把這個剝刀 好,整個時間我把蝦張瀉 剝掉了 哇,這些蝦都怎樣 那還可以 我們改成一隻蝦了 然後用刀在背部割一割 割一割少許 要盡量攤開 按一下 側面的材料要撕走 然後想蝦再平一點 我們要在上面斜割一下 輕輕力割幾刀 讓它攤開時再平一點 就是這樣 好 繼續吧 好了 切好之後 我們要再清洗一下蝦 我們要灑少許鹽 撕出 有的鹽在蝦身上醃兩分鐘左右 然後用水去沖洗蝦 小心不要沖爛蝦 沖洗完之後 用廚房紙吸乾 然後蝦就準備好了 如果不是馬上做的話 保鮮紙包著放回雪櫃 OK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預備做那個漿了 好了 這個漿的材料都很簡單的 首先呢 我們有雞蛋 然後呢 還有木薯粉 然後呢 我喜歡加少許麻油 還有呢 就是鹽和胡椒粉 你可能說 木薯粉 有沒有其他粉 沒有問題 你可以用這個粟粉 又可以 甚至乎用這個麵粉 都可以 但是為什麼用木薯粉呢 我喜歡它咬口 有些爽脆的味道 就是這樣 其他粉 都沒有什麼所謂 OK 好 來了 首先呢 我們就把乾的材料 放在一起 少許鹽 然後 胡椒粉 用個叉 拌一拌 然後呢 打蛋 涼口習慣 試一下蛋 準備好嗎 OK 非常OK 這樣呢 你就可以淋上去 第二隻 可以嗎 很OK 放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開始 慢慢攪拌它 可以 這些情況 都是用個白蛋器 方便些 不過要多洗一件事 沒辦法 要做得好些 好 攪拌好 那蝦又可以沖洗了 然後呢 我們可以 砌蝦多士 好 開始砌蝦多士了 我們準備好了 所有東西在這裡 唯一的東西多了 就是這個 日式的麵包糠 一會呢 就會撒在蝦上面 OK 好了 來囉 我們就有方包 預備好了 然後呢 我會怎樣做呢 我自己呢 就喜歡 塗少許漿 在麵包上面 好 接著 我們拿一隻蝦 然後 塗一下 它 放在麵包上面 尾巴呢 把它抹大一點 好像漂亮一點 好 接著 我會 再掃一掃 靚仔少許 這樣 然後呢 拿些日式麵包糠 撒在上面 油它呢 就先鎖一鎖 鎖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拿去炸的了 如此類推 做其他那些了 好 好了 我們可以開始炸 我們呢 就預備了一些油 然後 我們要試一下油溫 準備好了嗎 我們要用些什麼 呢 我們就用這個日式的麵包糠 試的 好了 我們放些下去 看到它呢 已經立刻起泡 那就是準備好了 因為呢 我們不想太熱 油溫 你繼續煮中火 然後呢 我們呢 就把做好好的 哈多士的蝦 先下 就是這樣 保持著呢 就是這個中高火 那火呢 真的不能太細 太細呢 它就不太炸到 但是呢 我們把麵包呢 冰了之後 把水分 就走了 於是乎呢 它會炸得比較好一點的 在這個時候呢 你要 反一下來看看 看看它的顏色 得味 那你會見到 咦 好像挺帥仔 這樣 譬如說金黃色 我們可以反過來 這樣漂亮了 那你呢 其實大概呢 炸大概一分鐘左右 哇 挺漂亮 好 反轉 哇 漂亮啊 好開心啊 好了 那你可能問 咦 為什麼哈多士看上去 好像差點東西 你可能說 是不是差點綠色 芫荽啊 這樣 喂 年輕人 你新來的嗎 我不喜歡吃芫荽的嘛 嘩 哈哈 我家裡沒有什麼人喜歡吃芫荽的 當然你可以加 其實是 襯托來的 會漂亮一點的 但是 其實需不需要呢 對我來說 當然不需要啦 是不是呢 但是如果你覺得硬是要加 又不喜歡吃芫荽的話呢 你可以加 平葉斑西 Flat Leaf Parsley 那個呢 就沒有那種芫荽味的 好嗎 好了 現在呢 反了之後呢 我們的火可以加大一點點了 留意著那個包的底部吧 加大一點點 因為我們不想那個包 因為油溫不夠高 而吸油進去 好 差不多了 這個顏色就OK了 拿出一個有格的盒子 放上去 啊 漂亮啊 好 非常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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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個懷舊蝦多士 希望呢 你都可以試一下 跟著來做 非常好吃 啊 記住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追蹤我的Facebook Page 最好就是Like 多謝大家 拜拜 吃東西啦 我可以看 我可以看 你